美国这一艘搭载潜水客的观光船 在海面上爆炸起火 至少造成34个人死亡 80多岁老太太与垃圾蚊虫为伍 志工协助打扫 还帮她找到了唯一的亲人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今晚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全珠奇 今天是9月4号 晚间新闻的头条 关心公共防疫 又有新的疫情出现了 它是趋宫热 过往这种疾病多半是境外移入 本土感染比较少 可是现在不止发生了本土感染 而且是今年第一起的群聚感染 地点就在新北市的中和地区 这两起病例都是女性的病患 她们有好多的共同点 第一 她们居住的地方 有所谓地缘上的临近性 第二 她们都没有出国 因此研判是本土感染 第三 她们都曾经去过 住家附近一个叫做国强岭的步道 所以现在这里有8条步道 通通暂时封闭 人车禁止进入 并且要加强消毒 那么感染趋宫热之后 会有哪些症状呢 其实跟登革热非常的相似 包含了恶心发烧出疹 唯独一个不同 是趋宫热的患者会出现比较长期 而且是严重的关节疼痛 喷腰消毒 轰轰作响任何角落都不放过 因为新北市中和区出现今年首波趋宫病 本土群聚感染 新增的是福南里一名63岁女性 发病日其实只隔一天 这一粒跟我们在8月26号 新增的内南里的那位民众 其实两个人都曾常到家附近的 国强岭那边去活动 来到前往国强岭的 其中一条登山步道入口 后方已经拉起了封锁线 另外在旁边也插牌警告 民众如果硬闯将会开罚 6到30万元 国强岭主要8条登山步道 通通封锁管制 卫生局每5天便会上山喷药 一直到9月23号才会重新开放 但就怕雨下不停影响要效 而民众又不配合 让防堵疫情出现漏洞 说实在我们这么多山 每天早上4点多就会有人来爬山 我跟他们讲过了 他们有的老年人不听你的 结果有一个种菜了 他的进来点菜他就回来了 你结果准时就在准时 现在真的要在说山 民众不听劝 但光是新增个案住的福南里 人口稠密高达4000多人 想要避免群聚感染扩大 社区民众得多配合 远离管制区清除积水容器 大约新闻 杨韵慈克幸志台北报道 台湾的林地也好 或者野外也好 生态样貌是非常丰富的 可是在此同时 也有900多种的植物 它们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 所以农委会现在就启动了 这个叫做植物的诺雅方舟行动 要把这些濒临灭绝的植物 分别地迁徙到不同海拔 不同地方 甚至有外岛地方去重新种植 希望延续这个物种 连竹味都大开眼界 眼前每一盆植物都是属于台湾原生种 总数高达5000种 当中1000多种属于特油种 却有989种生存遭受威胁 我们发现到有不少植物 它的生长地点 我们称它生育地 是落在保护区的外面 那想当然了 就是说比如说那边是农田区 开发区或是海岸等等 很可能因为某一些事件 它就消失了 加强受威胁物种前地保存 农委会启动国家植物园 方舟计划除了原本6座植物园 更加入7个合作伙伴 更包括离岛蓝宇高中 依照不同海拔气候和环境条件 进行分散式在地保种工作 以蓝宇这么小的面积 每平方公里就会有18.6个 这个植物的互种存在 989种受血植物 从现象的23%提升到55% 就是我们大概要收集350种的 受血植物到植物园来去 移地保育 挽救稀有植物 不会从这块土地消失 保育工作刻不容换 大一新闻 叶依林 台北部导 今年第13号台风00 在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 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 目前它的中心位置 距离花莲大概380公里左右 持续朝北北东的方向前进 一路的往上 到日本还有韩国这个方向 每小时行进11公里 不过它的外围环流 今天开始已经影响了 台湾地区的天气 各地降雨几率增加 接向局针对18个县市 发布了豪大雨特报 云林以及云嘉南高这一带 是有局部的豪雨发生 三小时的雨量在台南 最大是有来到167毫米 而至于在新竹以南的局部地区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出现 时雨量超过40至80毫米左右的降雨 那这样子短时降降雨的部分 是各地都有来到局部的大雨 或是豪雨的等级 这个台风在明天之后 会逐渐地北上来到台湾的东北方海面 在周五之后就会逐渐地远离我们 那所以说在今天到明天这段期间 还是要特别留意在短时强降雨的部分 以及北部跟东北部 总是会有一波一波的降雨 除了领明台风之外呢 今天上午鉴于台风减弱为热带新的低气压 两个天气状况夹起 也让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 天气变得非常的不稳定 浙江福建在内有四个省份 都发布了暴雨最高等级的红色警戒 也有部分居民紧急撤离了 现在我们看到是部分的路面已经积水 90%以上的水库开始泄洪 避免更大的灾难发生 好 至于在大西洋上的这个多利安飓风 今天也已经减弱了 现在是二级飓风的规模 持续朝美国方向前进 美国也是在东南沿海有五个州 发出了警戒不能掉以轻心 至于它先前所扫过的巴哈马群岛呢 灾情是非常的严重 这个卫星空拍照片我们看到 巴哈马群岛的北部 这个最大的岛屿叫做大阿巴科岛 大家可以看到黄色的这条线 本来就是它的海岸线 可是海水涌入造成了淹水 整个岛屿有一半左右的面积 都泡在水里 沿岸地区几乎全部变成一片瓦砾 看不到一栋完好的建筑 这是巴哈马群岛 遭到多利安飓风袭击后 第一个空拍画面传出来 汽车几乎灭顶 民众拜个身子泡在水里逃难 在当地采访的新恩记者 刚好目睹志愿救援民众的热血行动 一位受害者回忆自己太太 就在眼前溺闭的惨况 巴哈马群岛情况有多惨 从温馨云图看得更清楚 目前多利安威力已经降为二级飓风 中心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77公里 相当于中度台风的威力 持续朝着西北方向前进 相当靠近美国佛罗里达州 全美五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全面备战 大海新闻离方编译 美国同时也发生了史上最为严重的 潜水观光船的悲剧 这一艘船是满载了潜水客 到小岛上准备去进行潜水 可是却在海面上船突然爆炸了 而且爆炸时间是在半夜 大部分的乘客都在舱底睡觉 来不及逃生 他们被活活烧死 有34个人罹难 甚至于尸体骄黑 连身份都难以辨认 一通求救讯号划破宁静的黑夜 美国加州小岛外海 发生火烧船事故 从海巡署的空拍画面 可以看到整艘船陷入火海 窜出大量浓烟 当局获爆后 出动船只和直升机救援 但潜水船上有上千公升的燃料 导致火势无法彻底扑灭 事发当时只有五名船员 待在甲板上 及时跳海逃生获救 其他34名乘客在房间熟睡 根本来不及逃生 死者年龄介于17岁到60岁 救难人员将以DNA分析 鉴定死者身份 同时警方也确定 没有更多生还者 因此结束搜救 转为调查实施原因 居民在船只本该靠岸的码头 献上鲜花跪下哀悼 深夜没想到 记录良好的潜水船 竟然惨遭注容 干年号潜水船全长23公尺 搭载潜水人员 前往入水的地点 潜水员还能在船上休息几天 不料34人踏上死亡之旅 让人不声唏嘘 当然新闻中部先编译 南美洲连续好几天 我们关心的是 亚马逊的雨林大火 到现在为止 火势还没有被控制下来 而且还有延烧的迹象 在这一片广袤的雨林当中 本来就住了很多的原住民 这一场大火烧毁的 不只是他们的家 还有他们的文化的根 所以现在呢 岛上的原住民 开始进行了各种祈祷 希望上天垂脸 让这场大火赶紧熄灭 戴上原住民传统头饰与服装 一场盛大的仪式登场 亚马逊雨林唱记录大火 居住在雨林深处的原住民部落 举行祈祷 试图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平 为后代保护环境 对于这些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来说 雨林大火让他们每天生活都存在着阴影 烧掉的不只是地球之费 更是世世代代精神与力量之所系 巴西政府8月28号颁布了禁火令 但是卫星数据显示 禁火令生效后48小时之内 有3859起火灾爆发 其中约2000起集中在亚马逊地区 上个周末 成千上万的军人被派去雨林 根据巴西军方 已经有4万多名部队驻扎在亚马逊地区 随时都能投入救灾 大一星女方编译 传承文化在南非地区 有6个非洲国家的志工齐聚一堂 他们要来了解司机精神 在菲律宾南部的大城纳卯 他也是杜特地总统的故乡 最近遭逢了水患 灾情非常严重 至少有9000多户受到了影响 现在呢 慈济志工也远从马尼拉 会和了纳卯的志工 前往当地举办乙工代证 最为特别的是呢 号召当地有1000人左右 一起来清扫家园 每一天发给他们代证金 而这个代证金的金额 大概是1000块非币 相当于当地平均工资的两倍左右 放眼所及 满是淤泥 房屋无一完好 菲律宾南部纳卯市 好雨来袭 洪水泛滥 将近1万户受灾 重灾区又已位于河流下游的 塔罗墨最严重6000多户陷入胶着 是在12坪达 在这边上的6至7坪达 凌晨4点发布撤离令 但居民疏于防灾加重灾情 所以如果那颗的地方 应该能打出于水平上的水平 那颗的水平上 在越来越南部纳卯市 那颗有自植物上 在越来越南部纳卯市 那颗就能去越南部纳卯市 不准熟 因为他们也认为 那颗上是不早前提起 所以在另一顿 childhood 當中又开始了 他们在几乎进入伊牡 但他们不是用水平 但是他们 nicht可以 因为他们的手规 市面上 它们会比较的水平 分开了 慈濟志工腳踏泥泞 街頭巷弄了解災況 越靠近河岸的房屋 受損越嚴重 當污水逐漸褪去 空氣裡物味雜沉 爛泥被太陽曬乾後 更難以清洗 慈濟啟動以工代證清掃 募集一千位受災居民 給予每人每天一千非幣 相當於當地日軍所得的 兩倍工資 給一份災後的穩固依靠 鼓勵災民 便手之足 重建家園 台新聞雅伯漢里尼 菲律賓報導 說起了重建家園 還有一個成功的例子 這是在印尼 去年9月這個時候 印尼的蘇拉威西島 發生了強震 造成了很多房屋毀損 此際在重災區 要興建大愛村 總共有1500戶 那麼第一批要落成的200戶 在這個月的月底就要交屋了 在今天的成語當中 上人就提到了 雖然印尼和慈濟人的宗教也許不同 可是大家發心行善走入菩薩道 心意是彼此相通的 我們全部都已經出發 但是名字的 既然是神經病 神經病 神經病 真是神經病 没有人有的 能不能 只要了我才知道 我根据不懂 不懂 怎样 那些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 已经细化了 火頭要去救這個兒子 家裡這樣 打啦就吞下去了 這個兒子就漂亮了 這樣呢 這間家裡 地質融化 這是在這座故事裡面 在基中的這個兒子 所以這個老母 那種的心情 屬於這個人 會了解 背叛 富慧 這種背叛心兵 愛的力量 在那個時代 此季一直在希望說 跟政府配合趕快拿到 一塊和氏居民住的地方 來蓋大愛村 但是呢 這個土地的尋找呢 很多的時間 那我們希望趕快 在這幾個月以內呢 趕快把房子建好給居民住 因為他們才能安心的住在這裡 我們家庭 社群民住在這座故事 非常羨慕 在這座故事 我們在這座故事 我們做的目標 我們做的目標 我們在這座故事 我們在這座故事 zak黔光 Dangquan ини zongtong Kika tau egyikám s csak ciye k Hoat Tio 主席的帐篷就安心了 因为他相信 主席的人叫做那种死心 对人的爱 所以总统真赞叹主席 我希望我能够得到的地方 我以前是在这些地方 我真的不想在这些地方 我真的不想在这些地方 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地方 他们一直在做的地方 所以他们很努力 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的地方 在这些地方 他们能够感到更舒服的地方 看到他們十二平的房子 真正的,真勇敢, 英雄有 不管住幾代人 就是安全的房子 這就是我們 這就是我們 在台灣 雖然 中國無限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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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想想 這不是人間佩産 最不輕佩産 心佛中心三無差別 平定心 愛不分忠告 愛不分貧富 總是 多一個地方需要佩産 就在一個地方現身 我們要佩産的法 就是在這裡 佛內心間一代書 教佩産法 修法 也要分明不空貴 說起了部分宗教的愛 再看這一位穆斯林女孩 住在約旦 她患有無綱症 過去七年來 沒有辦法正常排便 已經威脅到她的生命安全 現在女孩接受刺激的幫助 得陸續進行三次手術 才有機會活下來 讓我們一起為她祝福 白皙的皮膚 掛著一雙明顯的黑眼圈 即將滿七歲的拉娃 肛門閉鎖不全症 已經危及生命 我們需要緊急事件 因為如果我們不做事件 我們必須失去這裡 那她的整個那個 裡面的那個 裡面的那個 分死呢 會引起病菌 然後到了協議去 她就會 沒命 我們那一天 在瀨濟約旦分會合作多年 治療無綱症的醫師評估 必須分身次手術 我會做第一步是抗腰 然後我會做腰瘋 腰瘋 後腰瘋 我會把抗腰瘋瘋 Dr.Sara就說這次手術有點困難度 就是它裡面的黏屍黏在一起 所以它必須把腰瘋跟大腸這麼分開 7月22日與8月31日的手術 大家一起挺過難關 一個月之後還有第三次 不過拉華已經一步一步邁向健康 大愛新聞知識美志工 陳季輝 賴花秀 高耀光 約旦報導 六個國家的志工齊聚 在南非德本好幾天的學習 到底他們在學習什麼 讓他們這麼快樂呢 四種語言傳遞感謝 馬拉威 聖比亞 納米比亞的 慈濟本土志工幹部 單趟兩千多公里 至已繼夜趕路 三天兩夜後 抵達南非德本 聖比亞的志工 志工四面八方來 為的是仿式貧苦 學著如何愛 行中有法方能橫齒初衷 在跳墊的小小空間裡 分享不中断 十瓦帝尼和大馬之公也來會合 共修 仿式穿插分秒不空過 長期臥床的重風阿嬤接受沐浴 百感交集 十瓦帝尼和大馬之公 大新聞 珍珊美之公 南非綜合報導 回到台灣 我們探望這位80多歲的老太太 她常年患有情緒障礙 志工除了幫她打掃一個家 還要替她尋找唯一的家人 走進房內 連走到兩旁都堆滿大包小包的物品 臥室內只看得到一個床板 仔細一看到處都是蟑螂 真的是不忍心 因為看婆婆連睡的地方都沒有 所以我們當然是義無反顧 一定要幫婆婆把環境整理乾淨 馬女士今年已經82歲 但她獨自居住 環境衛生無法維持 21名慈激志工 21雙手 齊心合力來清理 每一包物品都要看仔細 不讓蟑螂流足跡 馬女士割捨不掉的志工協助一一篩選 全部家具都搬出來後 開始從天花板到地板 仔仔細細刷一次 陰暗的房間刷洗後煥然一新 床板再次搬進屋內 已經有了乳膠床墊和整套的請求 志工不只照顧他 更克服萬難 電話聯繫上他唯一的親哥哥 大哥聽到我們是慈激的志工以後 就嚎啕大哭 因為他說真的很感恩我們可以來幫忙 無力幫助妹妹的老哥哥 終於能夠安心 志工也將持續陪伴 讓馬女士不再孤單 帶新聞珍善美志工李雅珍 李美玲 台南報導 海巡署弟兄則是行善不孤單 他們參與了骨髓捐贈的驗血活動 還有人是休假專程趕回來 尋常上班日 為了募集海巡弟兄的愛 慈激志工來到海巡署台中分署 可以用自己身上的一點點東西 然後可以去患得 其他人的一個身體健康 骨髓幹細胞建黨活動 第一次走入海巡 連休假同仁也把握機會 回隊部參加 先前媽媽也有癌症 所以就覺得說 這部分可以 如果有機會可以的話 就是就有人一命 覺得這意義很重大 慈激骨髓幹細胞中心 成立二十多年來 志願捐贈四十三萬八千多人 尋求配對將近六萬人 目前已經完成移植 五千四百四十例 捐水無損起身 我二十年的經驗告訴大家 希望大家能夠踴躍來參加這個活動 每個步驟都詳細解說 慈激志工動員一百多人 許多人是特地請假投入 讓他們感受到說 他們的今天的建黨 是給帶給那個血癌的病患 有多少的希望 事實上我們大家都有柔性的那一面 尤其英雄的柔 那我們希望把這個柔性這一塊 對於社會大眾的愛 也能夠持續的發揮出來 海巡以往總是給人打擊不法 查氣走私的剛強形象 如今更積極參與公益 和慈激一同行善 大愛新聞李亞萍 李月維 台中報導 還記得嗎 7月底的時候 浮衛7號到美國發射升空 台灣有10位高中生 獲選前往美國 全程觀看升空過程 其中有5位來自台南刺激中學 發射 在倒數中 浮衛7號緩緩在黑夜中升空 這是台灣和美國合作的科技計劃 6月底在甘乃迪太空中心順利發射 而在旁邊觀景台 有5位來自台南慈中的學生 大聲到你的那個心跳 有被壓縮的感覺 那個火光就是發射的時候 就可以照亮半片天空這樣子 看起來就很震撼 台灣高中生人見證 衛星升空 當初經過多人選拔 甄選嚴科 除了要有些許天文背景 學習熱誠 還有領導能力 選出10名 慈中南瓜5名 其中二年級學生中信宴 以第一名代表授棋 就是人與人之間交際的概念 去做評分的 然後因為可能平常 在學校的志工活動 或是一些活動上面 就會有培養到這些 這方面的能力 還有慈中學生張雲培 從小爸爸就在天文館當志工 他常常與館內的星星月亮作伴 都會去他們的圖書試看一些有關天文的書 這個是冬天最常見到的星座 就是可以看到滿天星斗 然後把它記錄下來 那我相信學生出去也可以就是 見到很多的新的科技 對 那對他們未來也是很有幫助 從滿天星踩到近距離 衛星發射 這群學生將勇於追星 繼續豐富自己的人生 大愛新聞人家新王昭中 台南報導 921地震20週年系列報導 今天來到了第四集 我們要帶您看 歷經了這場世紀災難之後 台灣從國家到民間的防災能力 有哪些提升 明安五號演習號稱歷年來 規模最大複合災難演習 動員了2200多人 日本東京都消防廳 神奈川安全消防局 以及韓國首爾消防災難本部 多名專家也到場分享 專業工作經驗 進行國際交流 世界的專門化 這些訓練 都很想到 接下來 這些訓練 都會繼續參加 參加 兩國的決定 成功 每個國家都有一套災害運變措施 台灣和國際單位密切合作 關鍵在1999年921大地震 那是我們台灣沒有搜救單位 沒有所謂的 飛馬認證的搜救單位 大地震發生後 陸續有20國 38支國際搜救隊陸續協助救災 傳授許多寶貴之事 最特別的 就是搜救犬 和使用生命探測器 透過歷史照片 搜救隊運用生命探測器 在瓦力堆中尋找受困者 如果距離夠近 探測器就有可能 聽到受困者心跳聲 20年後 這項救災利器 台灣各縣市消防局幾乎都有 此外 921國際救災經驗 也讓消防署在2002年6月 成立特種搜救隊 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一共執行了6次的國際人道救援 那本身6次國際人道救援裡面來講的話 那我本身只執行了過一次 就是在民國100年的時候 紐西蘭基督城發生了地震 每次任務都在跟生命拔河 搜救隊在做的 有不少都在斷圓殘壁中尋找倖存者 如果想減少類似事故發生 就得仔細思考 建築經得起地震考驗嗎 其實對一般的這種住宅 如果耐在能力不足 最好就是去補牆 那補牆的話就有點像 把原先容器的容量很低 那我們去增加一些塑像構材 像是我們增加一些柱 或是把柱的尺寸做大 會再添一些填充牆進去 那其實不同程度 這些作為都是讓這個容器 它的容量增加 老宅普遍抗災抗震能力不足 也缺乏完整安全設施 一旦災害發生 民眾生命財產都面臨極大威脅 尤其公共建築一定不能倒 災難時必須成為指揮調度 和收容場所 921地震後 政府開始推動建築物實施 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償方案 但到了2018年 兩萬八千七百多棟公有建築 只完成六成多 其中教育部是該專案的大戶 因為921地震 由293棟中小學全島或半島 隔年兩千年 實施了高中職以下校舍耐震能力 提升策略 花蓮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思源樓 建築歷史超過50年 是校內僅存的老建築 更是校友的共同回憶 只是一字形長條建築 加上梁柱偏矽 必須補牆才能繼續守護深深雪子 平行走廊方向跟垂直走廊方向 兩個方向其實都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用這種把柱子擴大 前後左右擴大的方式 其實可以讓建築不管是這個方向的地震 或者這個方向的地震 其實有效地去提升 我們今年完成以後碰到4月的大地震 都在耐震補強工程完了之後 然後我們去檢視校舍 沒有問題 整個建築上面 完全外觀沒有看到任何問題 增加結構安全度也提升了 只是經費需求龐大 各縣市政府裁員有限 再加上公文往返費時 使得這項計畫嚴重落後 所以真正能全面完成要15年 可是它只是照顧到2萬6千棟小舍 可是你看看台灣有上百萬棟 所以說就是真的要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需要很大的決心跟毅力 要很長的時間 可能都是以40年這種為單位 對抗天災 台灣準備的夠不夠 日本和台灣同樣地處環太平洋火環帶上 地震頻繁 為了健全國家防災分工系統 1961年 日本制定災害對策基本法 構成完整的防災規劃體系 更從過去的強振中經驗學習 把創傷化為重生力量 那日本的這種就是耐震化率 他們已經做到90%幾% 所以他們也是在奧運之前 他們的耐震化率幾乎就完成了 包含就是工友跟私有 這個是我們比不上的 災難不能遺忘 人們的防災任性 都是親身經歷災害逐漸建立的 展望未來 想想我們做好哪些準備 一定要有所作為 才不會傻傻地等待下一次災難發生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天氣變得非常不穩定 恐怕要跨過這個週末 時間交給我們的氣象團隊 今天的天氣 還好這個零零颱風沒有真的侵襲台灣 它在早上的時候 已經變成是一個中路颱風 很緩慢的 持續在東部外海慢慢的北上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都受到它外圍環流的影響 中南部一早有雨 然後接下來在西半部也有雨 這都是外圍環流配合上地形引發的降雨 那事實上這樣的一個環流 都是在一個大低壓袋裡面 大低壓袋裡面 那原來這個鑑魚在昨天 都被降等 變成是一個熱愛性低氣 其實它本來已經在越南陸地上了 然後被日本氣象機命名 然後命名沒多久 又把它降階 因為長不大起來 那現在無論如何 這都是在一個大低壓袋裡面 那這個比較強 所以它大概會慢慢的順著太平洋高壓往北走 但是它會帶動整個南海整個低壓 慢慢的往北走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鑑魚要再長大很困難 但是就是一個低壓 可能會被拉著往這個台灣附近走 所以各位可以看寫個預測 這慢慢的往北走 它現在來看的話 這兩天還比較慢 禮拜五之後會稍微加速 往韓國方向前進 有沒有就走快多了 禮拜五就走快多了 這兩天比較慢 那現在來看的話 整個到禮拜 從現在開始到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 有沒有看到 都是西南風 整個颱風帶動的西南風明顯上來 所以各位有沒有看到 到禮拜天 台灣附近都是容易有雨的天氣 水氣蠻多蠻潮濕的 要到下禮拜一二才會慢慢的緩和 請大家多留意了 下禮拜一二慢慢就會轉為夏季的天氣 那未來還是要留意 事實上還有一個低氣壓 熱帶勞動 熱帶性低氣壓正在發展當中 也有可能會變成15號颱風 那這邊也有一些低壓會在發展 不過呢 原來比較遠的 靠近觀島那個 對我們來說影響不是很大 後面我們還是要關注 所以這幾天持續容易有雨 四五六日都容易有雨 各地偶有短陽性的陣雨 壓制也不是整天都下雨 偶有的陣雨 西南風的影響 南部會比較多 那今天晚上各地容易有雨 請大家留意一下 那但是有下雨溫度就下滑 舒服很多 明天白天也是容易有雨 颱風就在東部外海 所以容易有雨 各地都是有陣雨型的天氣 東半部要留意一下 雨勢會比較大 而且有一點風浪 請大家注意一下 那淋淋颱風呢明顯增強 緩慢北上 外渦環流影響是不穩定的 東半部比較不穩定 然後西部也偶有一些陣雨 那會帶動整個西南風的水氣 一直到周末 所以各地要稍微留意一下它的變化 當然沒有很大 但是這個連續幾天 一直到禮拜天都會有雨 跟前一陣子 穩定的天氣不大一樣 請大家多留意了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數據 大愛一台的觀眾朋友 先向您說聲晚安 稍後請您繼續收看人間菩提 大愛二台等一會回來 要看大學的科技研發成果 現在大學生受到補助 在科研方面略有所長 限制連自駕車都能夠自己研發 另外我們要看非洲國家摩洛哥 盛產一種寶石水果 它其實就是各式各樣的莓果 而且這些莓果出口商機是越來越大了 到底它要賣給誰 還要看埃及開羅又有古墓出土了 人的木乃伊不稀奇 這一次竟然發現了連動物都有木乃伊 我們稍後回來 英國脫歐雖然鬧得紛紛擾擾 但是這件事遲早會發生 一旦脫歐之後呢 英國跟歐盟之間就有關稅壁壘了 可能跟歐盟進口的食品就會變少 但是他們要轉為向誰買東西呢 答案很可能在非洲 生產線上作議員忙著一顆顆手撿草莓 儘管耗人力卻較能保證品質 北非國家摩洛哥近年來掀起 種植莓果的熱潮 細心解釋每一顆果實 埃魯薩尼在摩洛哥北部擁有一片藍莓田 當內早在十一年前 就開始引進新型溫室種植技術 讓摩洛哥北部水果產量 佔全國總產量近三成 加上高速職勞力氣候事宜 水資源充足和地理臨近等條件 如今摩洛哥北部每年可以出口 每果十一萬噸 外銷道三十個國家 其中一半以上都是歐盟成員國 以穩穩吃下利潤 不論可觀的歐洲訂單 除了果農積極提高美國品質 摩洛哥與英國平均貿易額 年約4400萬台幣 2018年雙方也已經展開商討 脫歐後保持農產品貿易 更讓業者信心滿滿 是脫歐為機為轉機 大家新聞 盧小平編譯 完民古國埃及最近在考古上 又有新的發現了 這是在開羅附近 發現了一座古墓 這個墓裡頭真的是什麼都有 以前我們聽過 有所謂人做成的木乃伊 但現在已經不稀奇了 因為這裡發現了動物的木乃伊 從貓 狗 甚至老 老鼠都有木乃伊出土 摒棄寧神在古墓的入口處拍個不停 因為大家都想一窺考古團隊 最新挖掘到的埃及木乃伊 兩千多年前的珍貴文物能夠出土 其實都是政府尋現追蹤 正在偷挖文物的盜墓者才有的意外掌獲 七座古墓的年代 可追溯至兩千多年前的托勒密王朝 最後這座古墓 是一個人名叫Tutu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奇怪的名字 這是一個泡泡墓 這位Tutu和他的妻 Tarsherit Isis 她在做什麼工作 她是一個音樂 她在演奏 而更令人驚訝的是 考古團隊發現 高達50具的動物木乃伊 獵鷹繪布的尖端和身上羽毛 竟然都還清晰可見 我們開始探訪 我們找了很多創刀 我們找了很多物件 我們找了超過50 獵鷹的動物和鳥 獵鷹代表法老守護神荷魯斯 貓則是女神巴斯特 不過為什麼會把老鼠也做成木乃伊 有人說可能是愛貓成癡的古埃及人 希望愛貓到了來生 也有老鼠可抓 事實上 觀光業曾是埃及最蓬勃發展的產業之一 但是自從2011年阿拉伯之春革命後 埃及各地變得動盪不安 埃及政府除了加強反恐工作 也希望這次出途的歷史遺跡 能夠讓觀光客重新回流 好讓埃及南部索哈吉省的附近區域 逐漸打開知名度 倫敦唐寧街10號是英國的首相官邸 可是這裡最吸睛的不是首相 而是他 他的名字叫做賴瑞 畫面當中的這一隻貓 有人叫他是英國第一貓 也有人叫他是英國的首席捕鼠官 賴瑞在這裡已經住了有八年的時間了 他本身歷經了好幾任的首相來來回回 所以有人說賴瑞其實才是唐寧街10號 真正的主人 灰白相間的毛色 平凡的外表 就像每個人家裡養的那隻貓 但這隻叫做賴瑞的貓 不是尋常的家貓 牠可是英國首相官邸的首席捕鼠官 本來是隻流浪貓 但在2011年被英國政府收編 正式成為首相官邸的一員 政府網頁上寫著賴瑞的職責 除了有捉老鼠 還負責測試官邸內各種古董家具 用來午睡的品質好壞 對於捉老鼠的分內工作 賴瑞是越來越不在意 他懶洋洋躺在唐寧街10號門口 已經是各國記者 經常捕捉到的景象 比起賴瑞的漫不經心 外交部飼養的乳牛貓帕莫斯頓 更重視自己的工作 根據外交部統計 帕莫斯頓上任兩年 就捉了57隻老鼠 大勝賴瑞的30隻 賴瑞的工作更像是 跟著接待各國重要的政治人物 2016年 他募送前首相 卡麥隆一家離開官邸 2019年 則是無法搞定 英國脫歐問題 而卸任的梅伊 7月底保守黨黨魁選舉後 迎來了有英國版川普支撐的強身 入主首相府 官邸主人不斷更換 但網友戲稱 住在首相官邸的賴瑞 才是真正的主人 這些來來去去的人類 更像是他家的訪客 大衣新聞 張泰玲編譯 回到台灣關心的是 很多爸爸媽媽心頭的痛 那就是虐嬰事件 在台灣一再的發生 衛福部今年3月份 就已經修法三讀通過了 將來所有託嬰中心 都要全天候安裝監視器 家長有權調閱 而且監視器的錄影畫面 要保存至少30天 就怕家長把寶貝孩子 送到託嬰中心 反倒遭受不當虐待 今年立法院三讀通過 全台託嬰中心 全面裝設監視器 衛福部更最新 預告管理草案 對監視器範圍 做出詳細規範 前後門出入口 走道 公共區 清潔區 還有睡眠區 活動區 同時兼顧個人的隱私保護 在監視室的話 只有出入口前的空間 除此之外 也規定監視器畫面 最少要保存30天 不過為了保護 其他孩童隱私 家長調閱畫面 只能觀看 不能翻拍 但而福聯盟表示 這些措施 只能幫助事後財政 對於事前預防 依舊沒有效果 還是要從改善照護人力著手 建議從規定的1比5 改為1比4 有的時候 如果在人力比較不夠的情況 有的業者也表示說 有時候會短時間的1比7 或1比8 那我們是希望說可以降到1比4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這個負荷量太大 可能會發生一些 比較我們不樂見的虐待情勢 管理草案利益良善 但如果無法翻轉 又叫人員低薪低人力的工作型態 硬體設施再齊全 恐怕還是會淪為亡羊補牢 打野新聞 楊韻慈克信志 台北報導 或許你也歷經過這樣的事情 一個開車門 不小心就撞到了摩托車 或者是單車的騎士 像這樣的意外造成死亡的案件 時有所聞 所以現在呢 汽車駕駛的安全守則 就考考大家 怎麼開車門才是對的 慢慢行駛在道路上 對向機車迎面而來 突然畫面左邊銀色轎車門一開 騎士就被撞倒在地上 統計歷年不當開車門意外見數 雖然有下降 但還是達到2600多件 而且平均每年至少有3000人 因此受傷甚至死亡 有幾次是他突然開啟車門的時候 會突然停下來這樣 蠻危險的 10公尺左右就要注意了吧 對 然後當然是先注意 車子有沒有亮燈啊 方向燈 開啟車門的事故 通常是造成機車跟腳踏車的一個碰撞 那機車跟腳踏車在後視鏡當中 能夠看到的他的一個體積很小 所以有可能因此我們忽略的沒有看到 那第二個從後視鏡去看後方的車輛 對於速度的判斷會比較不精確 因此再三呼籲民眾下車之前 緊記五步驟 看後照鏡之外一定也要轉身向後看 確認安全再反手開車門 儘速下車 因為反手的話可以提醒我們 車門不會推得太開 那同時藉由反手開車門的動作 也會帶動我們身體做一個轉身 確認的動作 相關單位提醒 機車騎士經過車輛最好保持 一公尺以上距離 而左邊下車也是違規行為 如果造成意外 將會處駕駛人最高3600元罰還 台北報導 台灣65歲以上的長者 到了今年年底就要突破350萬人了 他們的需求是什麼 也許是這樣的一台車 民間團體拋磚引玉 8年之內要捐出64輛長照鑽車 每一年有8部長刊鑽車的一個見證計畫 那今天算屬於第二年 最主要目的是響意政府的長刊的計畫 那重點是我們台灣目前面臨老年化社會 目前四字老年每一年有28萬人 那每一年大概增加一萬人 這個對長庫鑽車的需求很大 所以我們公司只是拋磚引玉 目前現在有差不多160個做交通接送的單位 那大概接近2800台車 但是與我們現在需要照顧的長者來相比 其實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人 大家一起來參與這個部分 好這個民間團體呢 永達基金會捐贈的64輛車分別 會捐贈給雙北桃園等8個縣市 除此之外呢他們其實過往已經捐過了 100輛的富康巴士 都是希望為長者的長照做出貢獻 還有一台車很厲害 它是越來越夯的自駕車 而且台灣的大學生參與研發 它可以重複使用幾代次沒有問題 說的就是手上扁平黑色的鈣態太陽能電池 屬於乾式電池 交大師生團隊花了六年研發 能取代傳統電池 它是完全固態沒有電解液會流出來 在測試的時候呢用牽的比較穩定 但是我們未來在開發完全無牽的 成熟技術尋求媒合量產 而大學科研亮眼成果 還包括自駕車AI物件偵測系統 最新融合的雷達和照相功能 準確度大大提高 發現它可以從80%提升到95%以上 那這對於未來的自駕車的行車安全 那幫助非常的大 高教生跟五年計畫 補助大學特色領域研究中心 兩年有成 24校65個研究中心 那如果針對今天這18個研究中心 我們大概教育部投入的是11.2億 那科技部是加碼在9.6億 所以總共大概只有20.8億的 就在107年跟108年這部分 五年快到了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個比較年度的review 其中的review 那如果大家就做得不錯 我們互相兩個部位可以再提供一些經費 讓這些團隊可以長期的更引 跨部會合作 希望培育更多年輕優秀研究人才 接軌國際 大一新聞消失解釋 許英豪台北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愛全球新聞 感恩您的收看 祝福您平安順行 中文字幕提供 旅程式